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入门AMB82 Mini开发版。 首先,我们会介绍开发版的基本硬体信息, 紧接着,会带大家一起使用Arduino IDE烧录并运行一个简单的范例。 事不宜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 AMB82 Mini开发版配备了如WiFi、BLE、iPhone C、UART、SPI、PWM、ADC等多种外设。 通过这些外设接口,开发版可以从传感器收集数据, 并把这些数据通过WiFi上传到各种IoT应用程式中。 大家可在Miiba IoT官方网站上找到AMB82 Mini开发版的引脚图。 开发版采用Micro USB供电。 这一颗是开发版的复位按钮,而这一颗是触发下载模式的按钮。 同时,开发版上也提供了两颗可编程的绿色和蓝色板载LED。 我们的开发版目前支持Windows和Linux OS两个作业系统。 为了确保您获得最佳的用户体验,请您务必升级使用最新的作业系统。 如果您需要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开发版USB驱动程式, 使用Micro USB将开发版连接到计算机后,驱动程式将被自动安装。 您可以前往设备管理器中检查开发版的com端口号。 如果您的计算机未检测到开发版相应的驱动程式, 请前往ftdh.com斜线drivers官方网站手动下载安装。 我们的开发版目前已经支持运行在Arduino IDE 1.6.5G以上所有版本中。 打开Arduino IDE,找到文件,然后选择首选项。 使用这个网址就可以下载我们开发版的SDK。 下载链接可以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中找到。 打开开发版管理器并检索Realtek。 正确的程式库将包含我们的开发版名称AMB82MINI。 下载并安装程式库。 现在,选择开发版名称AMB82MINI,以及正确的COM端口。 现在我们一起使用Arduino IDE烧录并运行一个简单的点亮LED的范例吧。 这个范例将会点亮板载LED并使其闪烁。 在烧录程式码前,您需要手动将AMB82MINI开发版调节至下载模式。 首先,按住下载按钮,然后,按住复位按钮,紧接着松开复位按钮,然后松开下载按钮,这样可以使开发版进入下载模式。 范例烧录完成后,按下复位按钮,您会注意到板载蓝色LED开始闪烁。 这意味着代码已成功上传至开发版并按预期运行。 那么,我们对AMB82MINI开发版的入门介绍就先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并觉得对您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大家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提醒。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